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简报 我会尽量剪短 觉得它部分大概还是以各位的问题为主 那这边是刚刚已经承诺会在萤幕上面出现的QR Code 所以有空的话可以扫一下 如果扫不到的话可以到slido.com 然后输入2020-1128就可以了 好那一两钟两钟 好应该就扫到了 好我们再往下 那一开始就是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愿亲资愿亲资是一个新的概念 之前在就是我们扩许政令立法院的那个时候 还没有这样子的制度 那主要都还是各部会 或者是三级机关业务机关 各自的跟地方政府比较没有一个系统 那在就是青年门政令立法院之后 他就发现说不错啊 这个他们聚在一起也可以讨论出版好的东西 当然中间那个省略的过程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在2014年那就组成了就是青年顾问团的这样的设计 那后来这个小英是把说 那亲不就是讨论一些青年相关的事情 但其实青年也可以指引就是所有其他人的方向 所以不一定只能讨论青年相关的事情 那所以就把他提到愿记 就变成叫做冤情字 那这件事情的简介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这边是一些就是字比较多 我就不特别讲了 但是大概就是有25位部会推荐的青年代表 然后中间会有一名副超级人 然后不像说我们第二届的Rich 然后今天也在这边 然后我们会有5位政府代表 所以包含院长啊我啊 然后教育劳动经济部 这个也都是当然的院亲资的委员 那这个院亲资它有一点像是院里面的一个小的立法院 就好像立法院可以委员练书提案一样啊 我们这边也可以委员练书提案 那三个人的话就可以交由部会延处 那如果需要跨部会的协调的话 那当然就是院长啊 政务委员啊 跟就是教育劳动经济部长都会出来帮忙协调 但提案并不以这三个部会为限 那两年一起嘛 那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从上面巡会座谈 顺时针来讲好了 就是从第二届开始 其实我们很多的提案都是来自于每个委员的交团啊 那所以主动发起 其实就是在委员耕耘的基地 就是把所有的就是全国的请亲资也好 地方的请资也好 带到他做工作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就是具体的一整天 或甚至两天的时间来体验出 他在那个地方看到什么样实际的情况 那大概平均 疫情以前是大概两个月一次吧 现在大概两三个月一次 那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再往下就是列席跟观察 因为每个部会 其实在中央我们都有一些就是 跟所有的地方都有关的一些公共政策 那这些公共政策他不怕人知道 他是怕人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对外公开 不具机敏性的任务编组委员会这些 那所以当我们就是在巡会座谈的时候发现说 我们关心的一件事情 跟好比像说地方创身有关啊 或是说好比像说跟我们的双云国家啊 等等这些有关的时候 那相关的部会在未来这个编组 还是会主动去揭露说 那跟这个委员提案相关的 其实之后有这些小组 那有空的委员的话也都可以来参加 参加的话可以用练习的这个身份参加 也就是可以发言但是不投票这样 那在这个之后呢 当然就是部会的工作层级 就会跟委员有更多的密切的接触 这个时候呢 有时候工作层级如果说 这个就是只是一小部分啦 其实我们的政策还有更多等等 那为了避免这个建树不建林的情况 那委员也可以自己就是四到八人组团 然后就告诉部会说 我们想要听所有关于地方创始的事情 所有关于这个创与国家的事情 所有关于某个特定政策的事情 那我们就会尽可能约到 可能主秘啊或者是次长啊副主委啊 这样子的等级的常用文官 因为他们的脑里面会放 关于这个的全部的包含 他自己部会跟别的部会 相关的一些计划 那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跟承办单位对话 因为如果你去找政务官的话 他讲的是说我希望能够到哪里 但是如果你现在要问的是说 这个希望到哪里 中间我们要经过什么路径才到得了哪里 那这个是常用文官比较回答的出来的 而且如果中间不小心挡到各位的路 那我们要看一条新的路出来的 那基本上也是常用文官才要回答的出来 所以这个是组团拜会的作用 那在那个之后呢 通常就是提案到我们的会见会来讨论 然后直接变成我们的决议 就是院长派办定案 不过呢我们从接下来这一届开始 会多一个叫做协作平台 就是工作分组会议 也就是说因为在之前的这一套是非常顺没有错 但是它有一个缺陷 这个缺陷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比较不会有跟地方的交流 或者是跟这25位青年之外 他们的人脉网路之外的人的交流 我想这也是按这个两天的活动的用意 就是说当我们在看到这个问题 也identify出这个问题 它可能的利害关系等等的时候 那我们从组团拜会到提案讨论 中间多一个协作平台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当地去邀请 更多的学者专家 相关机关民间团体等等这种方式 那比较不会变成说 好像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没有错 但是呢有些没有被我们要来的人 我们反而创造他的问题 就是这个以林为霍的招况 大概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加以缓解 所以这个是在接下来第三届 我们新的一个做法 那第一届成果的部分 那当然有些提案讨论 是非常能见度的 好比像说就是第一届的农民 比照渔民参加劳报 或者第二届的国际技能竞赛的代表 比照奥运选手在国庆典里游行 这个都是耳熟能详 尤其是就是 违祥的那支局中募资出来的影片 不但在我们院会播放 也是就是大家疯传 所以是很棒 那玄会座谈呢 也是回复了184个具体的提问 也是每个部会 如果当场回答不出来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会连线到成本单位 所以通常就是 如果你事前提供议题的话 一定当场就可以接得到求 但有的时候因为讨论讨论就开始发散 那就会讨论到一些就是 没有在场的部会 已经超出他们手背范围的东西 比如像说国发会可以回答说 为什么这个合作社很难申请电子公文凭证 这个他们可以解决 但是呢他们很难回答说 那为什么地方这个没有培植合作社去数位化 这个说真的已经超过国发会的范围 那是等于要内政不接球 那但是事后他们也都会用书面的方式来回答 所以就会做他有这样的好处 就每个球到最后大概都是会被接到的 那当然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就是生肠训练就业小组啊 电光创生汇报啊 等等都有我们亲资的参与 那在协作平台上面呢 就是也有亲眼好证 那亲眼好证 严格来讲并不是愿景资的一个活动 它是历史非常悠久的 推动神医师民主的一个活动 但是在亲资委员的协助之下 我们是把这一届是做得非常的早门性 就是连议题设定 一开始到底要讨论什么 要不要讨论这件事情啊 都是由亲眼来决定 就是亲眼决定方向啊 那我们亲眼属是灌注这个能量啊 对一个向量一个能量的这个关系 那就跟以前这种预见框定的状况是比较不一样 那这个也是呼应就是国际开放政府伙伴联盟 那他是OGP就是大概就是 就是有民主价值的国家才能够加入的一个小练和国了 大概七十几个国家 那我们目前正在申请加入 那申请加入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要去证明说 我们的政府里面有哪些决策 是受到这个决策影响的人民可以具体来参与的 纵使他还没有投票权 那所以我们在整个青年参与的过程里面 也有很多就是还没有投票权 因为我们的就是县法把那个投票权定的就是很很晚 那所以就是不满二十岁的朋友还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法来参与 那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说他自己做的事情 好像说我突然间想说我要做一个全国的青年创业地图等等 他都不用拨我们嘛 就是说你行你来嘛 那你行你来 那这样我们全力支持 那绝对不会来主导 那这个才是开放政府的一个重点 就不会变成说 好像你的注意 一定必须要透过特定的政务官 或特定的政策在来做实践 而是你就把它实践了 但是我们这边发现说 你比我们更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 那这样子我们就尽可能的去给你资源 那这样子的想法 大概也是Let's Talk主要的一个想法 当然我们就是不能只照顾 就是台湾这边我们要设定的目标 我们要注意全球的永续发展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创新 我们尽可能都会用SD咀嚼17个目标 去加以标定 那这样的话全世界的其他朋友们 也可以看到说 我们这边讨论出来的一些具体的政策 在他们那边 有没有哪些扩散 哪些复制等等这些方式 所以在这边现在就就扮演一个 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说他会协助去设定议题 规划流程提升主持制造 每个主持人及共同确认议题手册 来确保说每次的讨论 他是更去教一点点 而不是更发散一点点 那时候2014年就是 创新地方也站领了三个礼拜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一群受过 Let's Talk 就是神医主持的经验的专业的主持人 那每天每天都在那边收敛 所以经过三个礼拜的就是站领之后 到最后是收集到四大诉求 却一不可 而不是像其他的站领行动一样 就发散掉了 那所以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主持基础 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样子之后 当然机关就是好像就是不得不 再参赛一下 那但是我们在Let's Talk的精神 就是过程里面 我们也希望就是顾会可以尽可能参与 因为大部分的顾会的 就是承办人也好 或者是甚至一些委外厂商也好 其实夏德班他也是公民 他也有很多看不顺眼的地方 所以他在越先期都能够参与的时候 就越可能他的想法 也可以把它融入到我们Let's Talk 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 所以大概就是以上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介绍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在slido上 目前只有五个问题 所以可能大家可能还是要踊跃用手机提问 那但是当然就是线上 应该是有数位麦克风 数位就是不止一位 就是有好几个麦克风 那所以如果举手的话 那也非常欢迎就是举手实际对待 我们应该还有一些时间嘛 对 好 那现在 好 OK 好 哇 这个非常吸引的一个投影的比例 就是我们以前那个流行16比9嘛 那但是现在因为instagram的这个盛行 比例现在是比较盛行的 所以这个投影机就跟上时代 对 自己变成了1比1的比例 放心的图片 好 随便再次提醒 就是扫QR Code QR Code变形还是扫得到 这是先进技术 然后也可以为彼此的问题按赞 那按赞的数量越多的 越会浮到上面 我就比较知道说 我要花比较多时间来处理这个提问 那如果这个按赞数量少的话 那也可以往你的同桌开始拉票 那然后最新的问题会冒在这底下 那就像刚刚讲的 不一定全部都回答出来 我就尽力回答 那很多可以变成之后讨论的这个题目 我们表定时间是到几点 这一段 10点45 OK好 那所以我们就大概还有接近一块一小时的时间 来处理各位slide的问题 如果都问题都回答掉以后 我们就提早结束这一段 OK好 那事实上这个目前的投票产生非常悬殊的情况 就是只有一个问题是有人按赞的 其他大概都只有一个赞左右 好 另外我们问说 业务承判人的工作 因为大家手机上都有 所以我就不特别放大 业务承判人的工作 往往都是长官来交办任务 那当业务承判人有创新的想法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样打破既有的框架呢 那难道真的每次都要去占领立法院吗 那专则单位如果曾经不高 很难做跨局处的横向连接 那么有没有什么建议的解决方案 那这其实是两个问题了 那所以我们就先回答前面的这一个 基本上打破既有的框架 并不是我推荐的一个做法 其实当时在占领的时候 我们说那是demonstration 那并不是抗议的意思 它是demo 就是示范的意思 就是示范给选出来的立法委员看说 我们有别的比起就是比较让大家含义参与的 俗称黑巷的那样子的方式来做集体的决策 我们有一些更能够让大家参与的方式来做集体的决策 那同样的这个想法 后来在高中生育可能大家就比较记得 就是反黑巷课纲的那一次 也有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诉求 那也实时造成了我们宣传国教 从课法会到课省会完全运用开放政府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制作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当你有创新想法的时候 我就可能想一下Bud Mr. Fuller 然后这个发明家曾经讲过 就是说当你不喜欢一个系统的时候 不要去跟他作战 不要去想要这个打倒他 而是你应该做一个新的系统 让旧的系统慢慢就没有人用了 慢慢就觉得就是很无聊的 就是make it obsolete 那这个新的系统呢 它当然可以有很多的方式 例如上说我们有总统Van Haker Song 在上可能有朋友有听过 总统Van Haker Song就是让部会的承败人 有一个创新的想法的时候 他就可以直接提案 但是不是他自己提案 他有时候是透过他民间的朋友提案 然后呢我们每一年呢 会选出五个优胜的团队 由总统颁奖给这个优胜的团队 那总统Van Haker Song 当然是有他自己的网站 所以我在这边就不特别 就是念一些 只有在就是网站上就可以看得到这些东西 但我们可以看到说 大部分的这些想法 就是不管是在所有的 这个没有用到的限制的公共空间 都跑去用AR模拟出这个种树的样子 然后到最后就大家一起来种树 或者是说出门的时候 不要买新的宝特瓶 而是用这种水瓶装水 那在装水的时候可以打卡换金币 像宝克梦一样 一边养成习惯 一边还可以换格外农品 什么之类的当地的物品 这叫凤叉 那或者是说 我们装了智慧电表之后呢 不需要每个电器都安装 这个monitor 智慧电表可以直接从外面就告诉我们 说到底是冷气急老旧了 还是电笔箱该换了 那或者是说 这些就是我们热伤害就中暑了 这个在气候变迁之下 没有这种经常补充水分习惯的朋友 怎么样透过他们常用的APP 主动推送给他们 知道说 现在太阳是这个角度 这个气温是这样子 风速怎样 那因为你之前有一些 这个气窗 或其他心血管疾病 所以你现在就要马上开凤茶 泡去旁边喝水 那因为这两个这个team 因为从南美国从最后美国在一起 那或者是说 那些觉得说农地上面的这个工厂 它如果被查询到就是有排放 就是飞气物啊等等状况的时候 那一方面我们可以在超市用扫了再买扫 那个barcode就可以知道说 不是它的价格多少 而是它的价值它造成环境的这个伤害 它的负的价值有多少 那另外一方面也透过这个方式去促使经济部 释出就是它的财阀的经纬度啊等等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确保说 工厂改了名字还是怎么样的时候 这个track record会一直跟着它 不会变成改个名字 就好像什么事都没事了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这些其实很多里面 我可以说这五个里面全部都有专业的 就是常人文官的想法 都要他们的创新 但是直到他们得奖前都是匿名的 就是都 就是我们看那个提案来 虽然不是标开题啦 现在都是正黑题了 那但是就你看它的写的方法 大概就知道一定是陈范然写的 原来一个特殊的就是新闻方法 那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没有啊这是社会部门的提案 从陈范然的角度来看 它是用总统白黑客送给予它的工价 在这个行程去参与民间发起的 提案的媒合活动 像这两天的活动一样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就没有任何损失 如果这个idea真的不work 那这个idea就是 那就我们知道不work嘛 那它是参与民间活动嘛 它没有损失 那但是呢如果这个成功了 它就可以站出来说 这个当年就是我提案的 那它的公务生涯就改变了 因为任何时候它的长官 如果说这个我们没有经费啊 我们这个觉得可能失真目标 可能排在后面啊 它只要打开它领的那个奖杯 那个奖杯是台湾的形状 两片要超玻璃 那底下是一个投影机 一打开就有小英颁奖给它的画面 那所以这个就是神主牌啦 你只要把神主牌投影出来 那这个你的主命就会立刻 放进去找资源 找预算 修法规 我们远去医疗 很多法规 都是靠这样子把它修好的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就是从上面 有一个最基本的批评 就是我们 EJNA Second Power 议程设定的权限 交给大家来做 那这个队伍里面 静肯们的跨工部门 私部门 社会部门都有 而且最后做出来的东西 它有正当性 因为大家平方投票法 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总统在他承诺这个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最后是哪五队会赢 但是不管哪五队赢 他等于就是把一部分总统的权力 交给这五队去使用 像这样子一种创行方法 其实是跨局处的横向连结 或跨部会的横向连结 可以到达一个 完全不给承办人 任何一点点就是风险 他的机会成本可以说是几乎是零 除了实践成本之外 那但是如果他成功的话 那他可以大幅增加固形 所以如果能够是说服你们的市长 或者副市长 县长副县长的话 其实完全跟总统的黑客棟 一样的形状 是也可以在现实层级 来办理的 我们很多开放政府的这些做法 都是参考当时2014年 以开放政府四个字 为他的愿景来选上的两位市长 也就是台南市的赖清德市长 跟台北市的柯文哲市长 那他们在他们的就是市长任内 跟议会的关系 一开始也都不是非常好的情况下 都释出了很多这种 世界公民参与的方法 所以我们也是有参考 他们的实践的做法来设计 包含我们的愿亲子 以及总统的黑客棟的活动 那有九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越多想法只会累死自己 没有 有想法就是你要去做才会累死自己 有想法本身不会累死自己 那公务人员往往同仁 往往是多做多错 不做不错 那确实是这样 因为这个有工 常常没有赏打货 常常要赔 那真的做得好的呢 都是政务官的这个光环 那如果做不好呢 政务官都可以说是事务官执行不利 那这个是我们的公务员服务法 这个威权时代 遗留下来的一些非常糟糕的一些做法 那甚至就是公务人员用个人身份都不能讨论他参与的政策 我们没有代表机关 以个人身份也没有办法讨论 我们一定要长官牵准才可以 那所以总之就是这种威权时代 流传下来的公务员服务法 当然希望现在就是每考试院 跟我们现在任期一样 会慢慢开始修了 那但是 我是觉得说本来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他确实是让创新会就是被够杀掉 就是难以难以发展 确实如此 那所以如果出事的话 长官往往不一定会一起扛责任 而且通常都希望基层成败来背锅 那所以面对这样子的状况 政务有什么建议 那当然就是说首先就是要组织起来 最近那个马世方不是说什么 乙方要团结团结真有力吗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概念 所以就是说当然就是场上才是乙方 承办好像很难说是乙方 但是无论如何团结起来总没有错 所以有很多承办有团结起来 叫公务人员革新力量联盟 风格力 那有空的话也可以多参加他们的活动 那他们在脸书上面也都是非常的火药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所有组织起来 他不完全只是靠北生的生活 或者大长话 所以那些也都很重要 我们这个最近在有一场在礼拜院的大长话 那但是就是我们在组织起来 就是宣显这个彼此的不满之后 那但是还是要讨论出一些具体科兴的做法 那好比像说这个就是在礼拜院昨天 我们这个民众党跟史莱利亚委员就有提出一些 真的蛮具体科兴的做法 而且院长也当场承诺会组成小组等等 那就比较有建设性的这个意见了 所以就是说一方面就是情感上面 可以跟在类似受委屈的朋友们阻止起来 那在其实脸书上有很多类似的社团 地方创生也有什么地方创生的人们 什么之类的 有非常多类似的社团 那但是更重要就是说你要提出一个新的系统 那在这个新的系统里面 你不需要去背负全部的他的失败的责任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体制外的创新 那最近这个也打了一个广告 就是在台南即将举办的G0 v Summit 就是临时政府双年会 就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我们那时候在那种临时政府 The Haker Song的时候 很多人来的时候 他其实都是公务委员 也都是承办人 那甚至就是像当时我在做盟店的时候 写信给就是做台语词典的那个承办人 他还要特别强调说 他是阅评身份 他不是体制里面的公务员 他很同情我的这种创新 但是他的压力很大 所以他只能只是用匿名的身份 来参与我们的黑客送 但是他从匿名的身份 提了非常多很好的这个概念之后 他从外面去push他的长官 那长官就会变成是说 我看到媒体上面都已经有做这么好 好像我不得不去改正等等 所以就是从外面有一个outside game 好像一个外场 然后去push内场去有改变 但是你push的方式 不是只是抗议 而是告诉他说 有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法 为什么你不这样子做呢 那这个才叫做co-creation 就是协作的这个做法 所以具体的建议就是去连结outside game 那我们这边当然有非常多的镜子 都是可以就是直接在社会上面 一呼反应 那这个是现在就是大家 可以用就是私人下半身份 好好地跟他们进行讨论 有13位朋友们问说 青年咨询委员到底有什么代表性 凭什么这些人可以代表所有的年轻人 而不是当所谓政治人物或者是长官合照 好胖胖自我感觉良好的花瓶呢 除了领选结果之外 亲资要怎么样强化自己的正当性 那但是现在的代表性 很多时候不是产业界或者是社会部门的那种代表 不是选出来的 而是社群就是就觉得你是在kol啊 但是现在kol的方法 难道真的只能去办那个机器毛小铃铛拍片吗 好 那这是非常多的问题 事实上这边就只有四个问号 然后近看来就是比较简短的回复 青年咨询委员 他的代表性来自于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就以院亲子来讲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是说 在部会推荐给院长这些人的时候 都必须要写说他之前的作品 或他之前的活动 之前的服务 已经怎么样子去促进我们的青年相关的政策 或跟青年无关 他以青年的身份促进 就是全民的这个扶植等等 所以就说每一个都是有实际的 黑花苗 火光布什么东西 都没关系 OK 好 OK 好 好啊 OK 因为比例的关系 那个特别按左上手那个汉堡 三条线的那个 钱挂对了吗 好然后再按那个简报模式在底下的两排灰色的字的 第一排的右边 对 是的 疫苗片长上 OK好 这个比例终于比较对了 好大家感谢我们回到这个正常的比例来 好 那 所以刚刚讲到说 当每个部会推荐亲子的时候 他都必须要说在我的部会的相关业务上面 这个青年他之前以他自己的能力 已经对于社会产生的正常的影响力 从这个部会角度来看 高过这个部会平均来讲 他的实证能够做的程度 那用现在所谓的影响力投资的这种讲法来讲 就是说这个青年的SROI 高过这个部会 就是说你没给他一分资源 他创造出来的正向影响力 超过这个部会的KPI 那所以这部分他是有他的代表性 他的代表性不是来自于投票 而是来自于他之前已经做过的事情 这是一件事 那第二个是说 当然就是从院长 行政院长的角度来看 他找了这群人来 让他看到新的时代的方向 他的未来等等 那院长的末瑶也会再去做一次评估 就是他的政治代表性 就是好比像说这一次 就是在我们第三届的时候 院长末瑶就有告诉我说 他们平衡的方法 好比像说职业别的平衡 当然性别的平衡 各种各样的平衡 就是每个地方的平衡等等 所以这部分呢 他是靠整个亲自的组成的多元性 来达到他的代表性 那这个代表性也比较像是统计代表性 而比较不像是传统那个 一人一票的代表性 那当然代表性理论 这个今天不是公共行政的seminar 可以讲 但是我想先暂时到这边 那所以这些人并不是代表这种年轻人 他只是代表了两族人 一族是他之前已经集结了的一个社群 而这个社群已经创造出一些有正向的改变 这是代表这群人 那第二个是说 这25位愿亲自加在一起代表这个社会里面的多元性 那只有这样子而已 那当然就是说 如果你不喜欢跟长官合照的话 我们应该不会强迫你跟长官合照吧 那但是自我感觉良好的这一部分 我觉得倒不是坏事 真的是在我们确实挑就是亲自的时候也不会演嘛 都是部会之前觉得跟他合作感觉还不错的朋友 那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会想要找一个就是让你感觉很坏的人 整天都来出席你的会议 你成为愿亲自作的 如果你想要的话 其实你是愿急嘛 你只要愿意你可以去参加每一场会议 任何一个部会如果你关注它的话 那它所有能够公开没有机密性的会议 你全部都可以参加 所以当然部会也不会觉得说 就是你每次来会议都来翻桌 那当然我推荐你似乎 对我的实际的行政作业也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那这个也并不是说变成花瓶嘛 而是说你到那个会议上面 你可以用一种温柔但是坚定的态度 告诉他们说怎么样做才可以更好 所以并不是说一端是花瓶 然后另外一端就是这个报名 虽然报名没有什么话 那但是这时候我们是希望说 这个亲自是在中间嘛 就是说你可能可以是报名 但是来这边是来报名 就是说实际上是来报名参加 具体的就是来体会常让我们关 实际上每天在作业的时候的一些辛苦之处 然后也告诉他们说 可以怎么样一起做 你就可以增加他的SRY 然后也可以去降低他的风险 然后减轻他的负担 那所以亲自要怎么样强化自己的正当性 其实在刚刚的那个简报里面 大部分就是那六个这个齿轮 还是什么之类 大概都是你自己可以发期的嘛 就是自身经验的那个纠团 是自己可以发期的 要去看哪些误会是你自己发期的 自行联署找另外这个三到七个人 提供三个可行时段 然后跑去跟常任文观去讨论一个国家政策 这个也是你发期的 而且你在发期的过程里面呢 你就可以直接去问你的社群说 那还有没有哪些朋友 是我们漏掉的 我们可以邀到我们的工作分组会议里面来 那这个叫Snowballing 就是滚雪球 就是每一个厉害关系人都可以问他说 还有哪些我没有碰到的厉害关系人 你只要反复做个几次 你的正当性就强化了 因为你就踏出了你自己的同温层 但是你还是由你的同温层所支持的 所以这两个台可是一样 就不是说你一定要变成 就是好像公民投票的结果 才能够有正当性 你透过Snowballing学每一边站 让厉害关系人知道说 不管他真的哪一边 你都可以懂得了他 那这件事情其实才是正当性的真正的来源 那所以这个呢 也是正年头赛选代表性的来源 不然的话 其实当Maze网红 这个大概就只有15秒钟的注意力而已 在那个之后 其实还是要有端出实际的那个政策来 后面像说 我当那个就是机器猫的那个T大使 虽然这个可以绝取你15秒的注意力 但是在后面是一个很真正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以前办这种 就是数位转型的这种培训计划 很多都是把就是地方的朋友们集中 我就直接讲过度集中到北部 过度集中到台北 实际上 那但是这次是刚好相反嘛 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学会数位转型之后 去帮助每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开学的时候 我也会在台中 然后我们会尽量去找每一个地方的社会企业 跟在座的其实很多人也在座的地方创生的组织 那优先去针对这些去做数位转型 而不是去针对那种大企业 其实本来就已经能够自己做数位转型的这些朋友 去做数位转型了 所以它在概念上面是一个本来的政策方向的反转 那这件事情当然一点都不魅俗 所以你可以用15秒钟魅俗一下 绝取大家的注意 但最后要做的这件事情还是很实质的 就是对大家有公共利益的 有12位朋友们问说 对于刚刚投身公共事务参与的青年朋友 会建议是不是要深入了解政府的运作 或对某一个议题的政府的决策模式 再来给出建议吗 谢谢 不会 我觉得在网络上面有所谓的康年和定律 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好好的问一个问题的话 很少有人会给你答案 但你如果好好的问一个问题 然后你切换用一个分身的帐号 然后提出一个很烂的建议的话 所有的专业的五楼都会挑出来 那所以意思是说 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乱入乱入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抛砖引运 抛砖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点那个乱入的技能 就是说不管你对什么都很感兴趣 只要承办人可以感觉到 你对这件事情的关心是真挚的 就算你提出来的这个东西 它违反了法律 或者它违反了物理定律 那这个他也会觉得说 你正在关心这件事情 像我在就是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来路三旦九号 我们每个礼拜三都会有很多朋友来找我 那但是任何人都可以报名 而且我们所有的这个讨论 也都会用主资稿或者录影的形式公开 所以大家讲的都是公共利益 很少会讲那种就是孙人利己的那种事情 因为公开它实在很难看 所以大概大家来都是真的是很有热忱 那我就有很多朋友来找我 他讲的就是好比像说 他已经发明了一个永动机 那可以远远不绝地产生出能量来 那希望政府这个立刻就用这个来解决能源问题 会有朋友来找我说 他已经想出一个方法 能够邀请外星人降临在地球 只要建造一个大使馆 按照什么方式来建造 那大家都可以超脱国界的这个看法 然后外星人就会降临啊什么等等 那但是就是说这些朋友当然 就是他不是很了解政府运作的模式 就给出了永动机或者是外星人大使馆的这个建议 那但是这些想法本身 虽然他可能违反物理定律 但是他是很好的想法 他是往正确的那个方向去走嘛 比如永动机那位朋友 后来我们讨论讨论 那就一直在讨论节能啊 除能啊 可以怎么样子去确保说 大家不要浪费能资源啊 能资源全循环的概念啊等等 那当然就是全循环也不会变成说 就是一瓦可以产生一点一瓦的功率 那当然不可能 那但是总之就是你节能总不是一件坏事嘛 所以他的想法很多可以引到 像刚刚的中文部黑客中文德项的团队的 那个智慧电表那一部分去 那外星人的那一个也是很棒啊 那个叫雷尔运动啊 那就是他们有很多的想法 就是说他们可以超脱国界的来看事情 那在太空看地球 其实就不会好像变成那种零和游戏 他可以去往后一代后几代这样子想 他很多想法是很好的 那后来也有影响我啊 所以我后来跟各国是视讯打招呼 那然后最后这个结束的时候都会说 Live long and prosper 就是那个瓦肯仁的那个手势啊 那所以就说虽然说 不是说我真的变成瓦肯仁 或瓦肯仁真的降临到地球 总是可以提醒我们用一个 比较超脱国界的方法来做 所以一开始那个跑出来 最后还是有隐喻 是没有问题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其实具体建议就是说 你可以给出建议 但是也要保持倾庭的那个态度啊 就是说人家如果真的说 你这个建议真的违反了物理定律啊 等等 那你也可以当场就是恶补一些物理学的知识 这样的话跟对方会比较有话聊 但是违反物理定律 说真的就是 就是并不犯法 就是你提出一个违反物理定律 想要的话并不犯法 当然说不定物理定律 最后因为你而改变 这个也为何之 有社会朋友们想要问说 台外人在过往的教育里面 比较少有远距合作专案的经验 不过其实这个现代智人 以前都很少了 这个我们smartphone发明还没有几年 那所以进行各地的亲资合作的时候 也因为少有实体的姓名 而各自又有各自的事情 然后自己的学业 自己的工作 所以往往很难产生高度的讨论动能 所以常常呢 就是有一个联系方式 有个想法 起了一个群组 但是呢就没有这个立刻有什么动作 所以有没有什么模式 可以来提升这一点 这个真的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们这一届的亲资的 就是第二届的亲资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他们提出来的东西 我们实际提到会议上面的时候 它真的是可行 可是这个可行呢 感觉上就是说 跟他联署的委员非常多 但是里面主要在行程行动方案 还是那么一两个人而已 确实是这样子没有错 那这个因为各个桌上都有远亲资 我想你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可以来回应 那所以各个部会来讲 他当然也是很愿意来回应 好比像说举例来讲 第三次的会议第十一案 就是全台的中介教育 导入戏剧教育搭配幸福资源 推动高风险青少年的生命交易 进而解决社会问题 请讨论案 那就包含教育部 卫福部 文化部 法务部 而且教育部里面还有这个 失陪啊 或者是国民缺钱啊 等等啊 都有非常多的具体的回应 所以他那个回应就是如果大家去我们运亲资的网站看的话 其实是非常极为高品质的 但是这个东西就被回应到这个程度 他有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变成一个社会运动 或者是说变成卷动 更多的就是在社会上的人 觉得说戏剧教育就是好 就是有用 就是在心腹界可以变成一个 好像人尽皆知的事情 好像比较没有这样子 因为在亲资TIO串联的作用 比较是提案委员自己的这个人脉 强盛了这样子的作用 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亲资的结构 对于倡议的加成的程度可能是比较有限 对于就是落地的加成的成熟可能比较高 那这是我们第二届的一个特色 那我们在第三届的 就是为什么要加工作小组 以前是说三个月到会前会 然后再三个月到大会 再三个月会前会到三个月大会 那我们现在工作的节奏可能就是变成两个月两个月两个月 那当然也不是那么硬性 就是在前两个月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就是那么快的到会前会 变成每一个承办的部会来就自动收敛到他们的业务之障 而是说我们可以先再发散一轮 就是我们多一个diamond 就是以双零星结构来讲 我们再多发散一次 然后再多收一次 就是各个历害关系人的这种想法 那多发散的这一次 完全就是靠刚刚讲的滚雪球时的历害关系人的盘点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比较多一点面对面的接触就可以发生 因为我们的历害关系人这样子盘点出来的时候 他应该是平常就是认识的人 或者平常就是有群聚 不是那个群聚 就是就会有一群人聚在一起的那个情况 那所以在这个前提里面 那我们运用就是类似我们开放政府协作会议的这种模式 或Let's Talk的就是地方的讨论这个模式 那我们预先多发散几次 多收敛几次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讨论动能 我觉得就不会只是单一的一两个委员 而是说我如果是我联署的委员 但是我真的没有空去参与 就是他的畅营的部分 那至少我可以先去看 因为这个提案而产生出来的 预先准备程度的工作会议 类似像是就是最后生意是民主会收出来的那些共同结论 或者是一些海报或新制图等等这些东西 那我在脑里面就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倡议结构 那这个倡议结构还没有进入决议的时候 我就可以在我的人脉里面去进行分享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工作小说这个新的机制里面 希望能够让倡议的这一部分也可以有加成增幅的效果 而不是只有在决议的部分有增幅的效果 大概是这样 有时候的朋友们问说 对 有时候的朋友们问说 相请教亲资的定位 亲资看似有提案权 但是当然它不是民意机构 它也不是行政机关 这种角色的模糊性 会直接影响时值可触及的范围 但是亲资的功能相关说明 感觉上就会让青年误以为说 是有可以改变事情的实权 所以就再次问一下亲资的定位 当然就是说刚才所讲的 就是不管第一届或第二届 他参采的部分的国庆典礼也游行 刚刚那个戏剧教育搭配欣服 具体也发生了 公文电子交换 国发会也做了他能够做的事情 我国争取非政府组织 INGO来台设立据典 事实上不是参采还加码 就是说毕威尔格兰提案 还多了大概0.6左右的SRY 今天我也有点头 所以我不是乱讲 或者原住民族劳动合作社 到底要怎么样去认定 是不是有一个社会创新 试验的一个转法等等 这个V台湾也在讨论 草案已经出来等等 所以说你要说没有改变 当然不是没有改变 但是它确实不是unilateral 就是它不是单边主义的改变 单边主义的改变 当然就是在国际上有很多例子 但是就是我们在行政体系里面 有单边的改变的权利的 确实是就是那么几个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总统白贼克宗 是由单边改变权利最大的 按照行政体制 就是总统来颁奖杯 而且那个奖杯里面 有总统的神助牌 因为意思是说你赢了 总统白贼克宗 就相当于你获得了 在接下来一年之内 尽快的八年想法落地 这样子一个单边改变的实权 那亲自会并没有像这样子的东西 并没有你所的提案 就是就是就会有一个总统班讲给你 然后你就瞬间凌驾于院长 就可以用你来说的 去做一些单边的改变 并不是这样 亲自的实权是来自于 就是院长他实际上在大会的时候说 那你这个提案 那各个部会 就是要按照这个亲自委员的 这个想法来做 而不是按照你们的部长的想法来做 是靠着院长的行政权 来达成这个实权 那你要提到一个 就是行政院长觉得说 你的想法真的比现有的好 这个做法几乎没有常任文官 或者是没有业务承判人员的支持 那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因为当院长的幕僚 在去征询他的可行性的时候 他的幕僚就会告诉他说 这个常任文官告诉院长说 亲自委员这个提案其实是违法的 你如果一提了 就会让整个行政体系陷入困扰 那这个时候 他在大会上面 大概就不太可能去说 以你的想法对 那当然我自己的工作就是在会前会的时候 尽可能就已经把他的合法性 把他的正当性 包含社会正当性跟民主正当性都确立 那所以大概也不太会提一些 真正就是不合法的东西 到大会上面去 但是就是要怎么样跟常任文官 达到这样子一种我们叫rapport 就是情感上的互相支援 你帮助他提一些 他来提会有危险的事情 他帮助你把你的这个想法 变成他有行政里面的合法性的这个做法 那这个是互相帮忙 如果这个互相帮忙能够做到 那你就可以实际改变事情 你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那承办人他自己 或者是你自己 大概也都没有办法 单向的去改变事情 所以是两个加在一起 然后我们再经由这个机制 那我常常在日本也好 韩国也好 他们都说 在他们那边有那个很严重的 那个年功序列 就是说年轻人所讲的话 基本上除非是有一个 非常非常老的人帮他背书 不然的话他是不可能就是直接升到决策层的 因为他们有一个很资深的 就是资深的来教资浅 没有资浅的教资深 这样一种文化 那我就跟他们说 其实台湾也不是没有这种文化 但是当然我们也有另外一个文化 也是日本韩国都有的 就是我们很注重 就是明文制定的规则跟机制 所以如果我们在亲自的规则跟机制里面 明文去制定说 就是靠这样子的方法 你完全不用管资深或资浅 你的想法就可以变成 实际的行政院的政策的话 那即使是非常非常年纪轻的人 特别像我们在开放政府那边 可能连署案的提案人才16岁 但是因为他经过这个机制 然后达到了我们叫Finding Power 就是拘束力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是尊重这个机制 而不是说因为他年纪轻 或者年纪长 所以就给他多一点 或少一点的发言权 所以亲自的定位 在我看起来就是让大家都有机会 但是没有说一定跟我们的常人文官 产生刚刚讲的这种彼此之缘的状态 那如果这个状态产生了 那你事实上真的有改变实行的实权 那如果没有产生的话 没有关系要再就一个团 再就一次败败 总是失败是没有成本的 没有风险的 那这件事情大概就是亲自目前 在行政体系里面的状况 这是一个就是Soft Power 这是软实力的状况 其实台湾在国际上大概也就是这个状况 好 那我们实际上我们问说 许多亲人咨询委员是由地方政府来选出 这里讲的可能就不是怨亲子 那定位是由地方政府来定位 代表性受到地方的质疑 那而且呢 不像怨亲子刚刚讲到经过这个机制 它可以等于就是行政院长在 差不多就是行政院会才是的 那个等级的拘束力 那在很多的地方政府并不是说在市政会议上面 有一个专责的亲联单位提出来 然后由市长才是 然后就好像任何市政会议上面的才是一样 就是你们的拘束力在地方不一定有高到 向远亲子那么高 所以这边再问的就是说 那在定位上面就很容易变成政府背书的一个代表 那政府的单位也是因为有众多的担心嘛 觉得说会有人翻桌啊 报名啊什么之类的 来导致这样子的结果 所以在地方努力跟你的亲子 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做沟通 那大概就是有两个想法 一个想法是说选每一边站 这个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那特别就是要选承办人的那一边站 如果你的提案关于有三个局处 你要选那三个局处 那这三边可能彼此之间 它的横向沟通都非常有问题 或甚至在同一个局处里面 局处之间横向沟通没有问题 但局处里面的柯中间横向沟通很有问题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越到分工系的情况下 合作越困难 那这当然就是有很多管理学的原理在后面 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扮演 就是让他们都可以看到说 如果他们稍微不是说放弃本位主义 但是可以稍微多听一下 从对方的用词对方的角度 他的这一柯或他一个局处的看法是什么的话 那有些实时的做法就可以出现 那这样子的结果的发生就会变成是说 那即使在影子的县 是并没有专责的青年单位 他还是park在某一个相关的局处里面 那但是至少就是他们想到青年的时候 想到就是说你是带着礼物来 而不是只是来抗议的 那我们在我们的办公室 就是一直每一年都有三十个见习生 那我们办公室很小 大概才二十几个人 所以就是每一年大概暑假的时候 我们的编制就会扩充超过一倍 那这些朋友们来的时候 其实他花两个多月 在一开始是做最基础的事情 我们的这个见习生叫Ray 就是Rescue Action by Youth 青年拯救政府网站计划 那在第一年的时候 他们进来的时候 其实是做一件事情 就是确保所有的中央各机关的网站 都不是只有IE才能够打开 而是用别的个卵器才都可以打开 这是非常非常基础的事情 但是也因为这样赢取了大家的信任 就是说原来不是只是来complaint 而是说真的可以带着几行 JavaScript、HTML、CSS 就帮助我们的承办人 那到了第二年就是说 确保说大家的这些网站的体验服务 他在就是手机上开的时候 不用用宽萤幕的模式 不用用横向才能够打开 你用就是在纵向的时候 也不需要横向卷动 听起来又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叫做RWD 但是again就是他让 就是各部会的资讯跟业务单位 都觉得这些年轻人真的是 愿意来帮忙 是到了第三年 我们才把体验安全打开 是说那任何时候 就是他们这些青年 想要改哪一些网站 那我们就去联络这个网站的 承办单位 去跟这些年轻人 一起做出一些具体的mock up 就是具体的新的想法来 那那一年呢 这个当然除了像登山一阵 是网站向山之地向台致敬 这可能是大家听过的之外 其实当年来的建议生最想改的 就是在NCC去举报特定电视台的 那个网站界面 他们觉得那个检举界面非常的难用 不耐是那一年特殊的情况 现在这个问题 就是已经解决了 anyway 那然后看看这是去年的 那今年的呢 更是他们花更多的时间 在帮助地方政府 包括台中去社会局啊 或者是基隆啊 等等的这些地方 来改造他们的市政服务 那所以你看直到第四年 他才真的能够变成是 他超过中央部会的限制 然后在地方政府的 愿意的支持之下 他爱改哪里就改哪里的程度 所以就是不要想说 一定可以在半年或一年一年 就达到说公务人员觉得 你是来帮他忙的这个情况 做过地方创生 或者之前社造的朋友 大概都知道说 你在一个地方蹲点到 迎娶当地的朋友的信任 四年已经很快了 平均都是要五年多左右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要有一个 就是长线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尽可能就是自己不要burn out 就是这个要吃好睡好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 大概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沟通 在那个最近问题的地方 常常就会变成 就是自己也要起来 就是最近好像在这个 聊鬼面之人嘛 那但是就那属于正常能量释放 大家就不用大惊小鬼 OK好 那有11位朋友们问说 青年委员在各地方的定位 都有不同 各地的儿少代表 都有法院依据来运作 但是青年委员在中央 却没有一个基本法的法院 来赋予我们运作的依据 而且以行政规则来进行 那政委认为说 应该要中央来定出规则 或者是立法院来制定相关法律 青年基本法 青年发展法等等 还是各个地方的青年委员 应该鼓励自己现实的议会 来通过青年相关的自治条例 这个小孩子才做选择 青年全都要 那就是这些都做 而且这些要 真的要多头并进 才真的能够达到实质的一个成果 那这个概念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当青年的这个定义 都还没有在各部会 或者在地方在中央一致 就是你到底是用年龄区分 还是用这个业务别加年龄区分 还是用什么东西区分 就是连续的这个都没有锁定的时候 那你要中央去盖过那个地方的自治权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就绝对没有这种事情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中央 现在是用行政规则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在立法院的话 那除非是说有一个同说 就是在就是民间已经对这件事情 已经有一个一般性的认知了 已经有一般的了解了 那不然的话在就是立法院讨论的时候 就会变成同一个名词 但是每一个党团 甚至同一个党团团 每个委员 然后里面都对应到完全不同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就会变成就是 没有办法实施推进 那这样子的法官大概就没有办法三度 我们到送到立法院的时候 大概都是大家看到这个法案里面的名词的时候 然后里面都已经浮出比较一致的想法的时候 才有可能变成法律层级的东西 那举例来讲 像我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的社会创新的事业 相关的这些条例啊等等 最近方元一老师有提出一个早案的版本 这个之前其实已经有无数的版本 至少五个不同的版本 那里面有很多已经送到立法院了嘛 什么公益公司法啊 什么公益公司专章啊 建议公司专章啊 什么社会企业这个促进条例啊 什么之类之类 那所以它都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你如果去看那个议事录的话 就会发现说 这个社会企业这四个字 到底对应到什么 具体的作用法上面的意思 那每个党团看到 每个党团的想法都不一样 然后它里面每个委员看到 每个委员的意思都不一样 那按照我们的这个社会创新的调查 其实是直到今年 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 听到社会企业的时候 讲得出它的正确的那个定义来 就至少不互相矛盾的定义来 那在当年就是三年前之类 不到三分之一的人 很多人把它跟CSR 很多东西全部都搞混在一起 但是这种情况下 当然是没有办法来通过的 那我讲这个社会创新事业的 这样子一个想法 社企业的想法 就是希望说 大家了解到说 如果我们现在是在各地 慢慢去一致 大家对于这个运作应该怎么做 有想法的话 那这样的话立法 它会顺理成章的发生 只要有人运以来 就是那个党团运以来 保持它就可以做到 那但是如果还没有的时候 行政规则真的是探索式的 就是我们现在发散的手练 发散的时候真的是比较快 我们觉得说 应该要有工作会议 应该要有亲资 就是第二届第三届 这些新的设计的时候 因为我们只要新年署 这个签到教育部 教育部长签预告个一阵子 那60天之内 你就可以留一个更版 你就可以上版嘛 那但是立法院的话 则不是这样啊 每一次的法律 如果你一开始那个框定 跟实质上的情况 真的还不一样 那你要修订的话 那是非常老实动作的事情 所以就是说一方面 我们中央会继续去精进 我们的月亲子的运作规则 我们非常欢迎地方 参考我们中央的写法 来制定这个 每个地方的 青年咨询委员的运作的条例 甚至照抄都没有关系 这个我想 就是法律界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 所有这些行政的这些做法 以及包括我们讨论的过程 我们都抛弃一切的著作权嘛 所以绝对没有这个抄袭 什么东西的问题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非常欢迎说地方反过来 告诉我们说 我们有哪些创新 我们没有看到 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那这个就是比较好的 中央跟地方的关系 而不是top down的那样子一种关系 那现实的议会 如果已经通过了自治条例的话 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在一个现实里面形成 对于青年角色跟运作的具体 建议这个是相对全国来讲 绝对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当几个这样子通过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好像 你知道同婚住籍 有几个这个现实都办理之后 那这个立法委员 就比较知道同婚是怎么一回事了 那他们就可以发明出一个 结婚不结议 这样子的一种社会创新 然后就很顺利的就通过了 不过当然中间经过两个公民投票 我们也省略了非常多过程 我们今天的这个工作 就是省略一些必要过程 然后直接讲说到最后 大概会长什么样子 那有11位朋友们问说 确实就是不像青年数字青年的定义 每个地方政府很多是定在16到40 而不是18到35 那创业贷款有些是20到45 那也是因为我们成年没有下售的关系 不过这个已经出委员会了很快 很快18岁就是大人 但是青年数跟中央单位有很多活动计划 会议成于资格 年龄都是18到35 造成说地方县市的新滋味 有些是在这个liminal zone 就是到底算不算青年的一半的青年的情况 那所以希望尽可能把年龄放宽 中央地方一致 以地各界青年的投入 那当然一方面就是说 我会想说18了 而不是20起跳 这个我想是绝对是 已经在立法院 而且已经出委员会的一件事情 怎么样讲都应该会在这个会期 就是就算这个会期怎么样了 那大概是下个会期吧 也应该要通过了 那但是就绝对不会拖到阶级不需省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想大家至少18岁起跳 这个应该是全国是有公式的 那18岁起跳之后 到底是到35还是到40 还是到45等等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还没有共识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我是觉得说 我们这边可以做两个调整 一个是说像刚刚的那个工作会议那里面 我们就已经说各地的青年 或者相关的人士 学生专家或什么之类 那所以我们在工作会议的那一组里面 就不会特别再去掐这个年龄 因为它还是可以用 就是地方显达等等的这种身份来参加 那这个是具体上我们已经做的 在工作会议层级的一个调整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但是你要升起计划 那就不行了 因为计划里面特别去掐年龄嘛 那在这边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经验是说 我们在之前在做清创跟我们在做设计 因为之前是同一位政务委员嘛 就是同一位政务委员的工作 所以这两个是有的时候真的有点混在一起 那推动设计的那个网站 有一阵子也叫清创元末王 那搞得有一阵子大家觉得说 只有七年才能够发起社气 这个退休人士就不能发起社会气 那但是当然我们后来就扭转这个概念 那怎么能扭转呢 我们就是把清创元末王改名叫做新创元末王 然后把清创基地全部都改名叫新创基地 那到最后搞得清创总会也改名叫新创总会 那不是我们硬要的 他们是自己这个会员同意的 那我意思是说 那这个想法就不一样了 是你的这个提案 你的这个组织是成立五年之内 这个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 那但是你的年纪可以是99岁 但是你就是开一家新的这个社会创新的组织 那你这个组织成立五年之内 你都算是新创 所以就不会出现说 当时我的office hour 就是那些就是永动机的发明等等 来的那个office hour来的时候 我真的看到有一些年长的朋友 他有满腔的热血想要创业啊等等 过来那来的时候 他看到我的办公室对面就写清创基地四个字 他一看到掉头就走 他就觉得说这个地方跟我没有关系 当然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的 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轻盈工创 所以轻盈工创的情况下 我们不管是就是青年是什么定义 然后跟我们在就是退休之后 这个还没有就是放弃对于公共公益的热忱 跟他本来就是公教人员等等 这群叫做黄金神斗士 黄金神斗士 对那就是说这些黄金神斗士跟青年的这个叫什么青铜神斗士吗 等到就是能够轻盈工创的情况下 那轻盈工创因为白银神斗士 不是不是很重要 但是就是说这样子的轻盈工创的情况下 那我们的提案的可行性就大幅增加 那这也看似还真的能够达到reverse mentor 就是青年指引方向 然后引发组跟这个黄金神斗士提供能量的这样子一个目标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 那你也可以考虑说去推荐活动计划会议等等 可以使用这个青银搭配的这个方式来参加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青年 然后可以搭配一个非青年 那这样的话这个45岁的朋友 那他就只好提早当白银神斗士了 那但是他也可以用青银工创的这个角度来参加 这两个是具体的建议 也是我们在小规模其实已经实验过的事情 有二三位朋友们问说 婚姻行者提到跟文化互助的事情 在自己三月亲自的经验当中 遇到不少朋友都会提到自己的化身不得不采纳 这个想法夺去世界绝对问题 都会提到了解真摯以及可行性的系统品 不过要分一体研究 跟公园之间的现况了解 因而陈正刚刚说要跟我们合作的过程 来达成自己真正想要推荐一体的这个方式 不过是许多人没有想过 甚至知道之后也没有办法理解 想要知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那当然就是我们这个 面对他接受 处理他放下他 看来任何问题都是这样子 感谢盛宴老师 我们现在就是在slide上会这样po出来 当然表示大家已经在面对这个问题 但是到底要怎么接受这个问题 每个人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我只分享我自己的这个出演方式 那其实常用文官跟我开国会都会知道 就是我开会是不做才师的 除非就是在桌上面的人 已经有共同的意见或至少租略的共识 不然如果他们在那边吵得很凶 希望我主持公道 我都只会静静的说 我们这场会议大家边休十个工作天之后 逐自搞会对整个网路公开 我们请专业的舞楼来为各位讲评 这是我唯一做的一件事情 但这件事情很重要 特别我刚入阁2016年10月的时候 立刻就碰到说 有一些电竞选手要办活动 接不到场地 国外的选手来这边 不知道哪一个单位发给他签证 然后他明明是选手 但是看起来就变成三不管 好像是非法行业那样子的感觉 那所以他们是非常的不高兴 那当然我们就开了内部协调会议 据说当时行政运已经写到这个题目 电子经济到第十年 那之前甚至还有前面的行政运长自己主持过 那看起来好像就是他主持公道 硬做了一个菜式 一出会议是立刻翻桌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唯一做的事情 那我听到文化部说 电竞没有百年的传统 所以不是传统的文化 应该是由教育部的体育处办理 体育处表示说他没有动到身体 不能够说是体育 那当然小学生在每天一大早 半小时的运动时间都去打电竞吗 这显然是经济部工业局的事情 工业局主张说 这个我们是如果你把它想成竞技选手的话 我们是管篮球场的 也就是电竞的硬体 我们是管那颗球的 也就是电竞的软体 这我们都愿意承担 但是选手什么时候要工业局管 工业局从来没有管过选手 应该是文化部的事情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出现的时候 我没有做什么英明的财势 我就是说 那大家修一下主字稿 我们对外公开 在公开之后 大家就非常感谢 这个PTT的这个L2L版 Gothic PIN版 巴哈姆特亚 互天青 还有这个Mobile01 那我一定还漏了几个 真的很抱歉 那等下 我来说就是这些社群朋友们 他就好像金字一样 就是他们看到了这样子的主字稿 想出了自己的想法 没有管前面四个带风向 其实没有看过的那种胡乱留言 专业的五楼就提出了一针见血的评论 那好比像说在PTT上就有一个专业的五楼主张说 围棋现在是一种回合制的电竞 因为它就是在网络上面下 培育也都是在电脑上面下棋 而且电脑下的还比人好 所以以上这些要件都满足 它应该是一种回合制的电竞 文化部所有关于电竞的事情跟所有关于围棋的事情 应该要等亮齐观 那也有一些就是专业的网友提出说 这个它虽然不是体育 但是它是一种智力运动 体育主明明就有管桥牌 桥牌是一种智力运动 而且它可以叫做记忆文化表演 你如果叫做特殊记忆文化表演的话 你可以成立专班 那这个是国教署本来就已经有的等等 就是这些专业的网友说真的比我还要了解 而且我就蛮怀疑他们就是成败人 以网友的身份来留言 所以我就把这些专业的网友 专业的五楼意见带回去 然后去问这些主秘们 那这个文化部主秘他也下回为期 他说对好像是会回制的电竞 这个好像可以 我们可以这样解释 那所以就是说 这样子就是来回协调了三四次之后 到最后就迎刃而解 就是每一个部会 他都不会采现 但是他自己该管的事情 那三分之一他也管得很好 他就是有一个解释 有一个函视说 这就是一种记忆文化表演工作者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三个五个字都有相关的朋友 全部都有现行的这个补助办法等等 那当然最后这个立法委员 也这个首个不是参考 参考了我们讨论结论 那变成这个运动产业条例的手法了 那但是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 你不需要这个变成好像一个很英明的财势的那种长官 但是你还是可以就是去让专业的五个里面有很多时常人文官 能够信任你 那作为一个亲自委员 我想这个是真的可以达到的一件事情 我们有一些蛮不错的具体的案例 好 那其他的可能只剩这个问题可以讨论 因为还有这个三分钟而已 那不过其他的大概就十条货之内的 可以是大家分组讨论的一个屏幕 亲自委员现在的做法 做成了会迎合机关年轻人才能够被入选 这群人反而是造成青年阶级的隔离区别 根本没有它反映真正青年的声音 对于机关移植气势 大部阵享受特权免提案 免报名 免住宿费 免交通费 还优先参加 但是没有任何责任 没有成果的负担 没有绩效的负担 这样只是当花政府的预算 民意代表还会被选民检验 这群只会享福利 但是免去责任的朋友 怎么能够传达青年的声音 这个我们就知道slido很重要 因为如果不是匿名提问的话 根本不可能有人举手问这个问题 所以值得这个花三分钟来具体的讨论 对 就是说像我刚刚讲到 就是说你提案零风险这件事情 它确实就是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是教育部有另外一个专案 叫做USART 那USART就是让你还在念大学的时候 就可以创业 当你创业失败 你的失败的结果 你还可以写一篇论文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创业失败零风险 那而且呢还有一些夜师 那这些夜师呢会免费的来帮你 也是这个免住宿费交通费 还有优先参加 但是为什么要办USART这种题目呢 当然就是希望说 大家会觉得说 创业失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你只要主轴确立 你可以轴转pivot非常多次 那让大家整个社会了解到说 创业是在帮大家去找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只是想要自己发大财 虽然这个发大财也是很重要 但是就是利品发展 利品在前面 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就是USART的想法 造成他实际上活下来的公司的这个比率 比传统的这个创业的方法要高很多 因为他有一个互相支持的学习型的这个社群 那这个是不是大化政府的预算 这还真的是大化政府的预算 那而且是不是说 他一定程度上可以躲避市场的检验呢 他真的一定程度上躲避了市场的检验 他只要证明他对社会的正当性 他就一定程度上可以免于一开始那个募资的困难 这些都是真的 但是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因为说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有一些朋友 他可以在不要自己投过一些额亲家荡产的情况下 去释出一些有SROI 就是一分钱的投资 可以造成超过一分钱的社会回报的这样子一个做法 那当然就是说一开始创业的时候 难免会有大头证 没有大头证很少会去创业 但是随着创业的过程 大概到第五年 就是不再是新创的那个时候 大概也都会学会比较圆融一点 然后也学会比较凝聚了 大家不同地下关系人的这个想法 所以在一开始第一届亲资的时候 确实有一些承担人员是觉得说 这个好像报名 好的我们行政院来了 上次他们试着站也没有成功 这次竟然成功了 对对那个状况 但是就是说随着时间过去 我觉得我们慢慢讨了出一些机制来 他确实还是享有这种几乎零奉献的福利 但是至少他是比较能够去把 相抛这个问题的承担人的这个意见 也能够带到就是政务官的就是眼中跟耳中 那我们未来只要这个东西继续放大 重点倒不是速度多快 而是加速度多快 只要还有这方面的加速度 那我觉得我们大家彼此的互信 还是可以最不满意 但可接受的过程里面 一起来达成 我们准时接受是很重要的 所以先回答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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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